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 一起灵修 一起读经 一个人宣称信主 却没有时间为主 生活中也没有主 竟然失去了做门徒的精神 真影二十八章十四节 所罗门说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让我们忠于主 常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 走在神所喜悦的异路上 今天 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尽忠为主 我们思想尽忠为主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从三十二节到八章三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节 到八章三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她是否满意 当你见夕阳气彩 曾否安静地坏心 是否心中深处 有诗相隐藏 如果今天是末日 永恒离开就来到 当生命策大张开 不是否对你满意 当你面对命和力 是否平安地追求 是否恳切求 满足在你心 如果今天是末日 永恒离开就来到 当生命策大张开 就是否对你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对我满意 我是否经历 通过这考验 她是否对我满意 当你见夕阳气彩 曾否安静地坏心 是否心中深处 有诗相隐藏 如果今天是末日 永恒离开就来到 当生命策大张开 她是否对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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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经历 通过这考验 她是否对我满意 一日当我住在那 女人同行并交谈 若她所有朋友都想我如何 她会感到辡意 她会感到受欢迎 还是流着泪走开 我是否经历 她是否对我满意 一日当我住在来 女人同行并交谈 若她所有朋友都想我如何 她会感到受欢迎 还是流着泪走开 我是否经历而行 她是否对我满意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二节 到第八章三节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带她的女儿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年岁 事又当行 她就可随意办理 不算有罪 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守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论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节到八章三节 我们就以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 走于今天一块背诵的金句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经文说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 继续请听 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尽忠为主 在古老的苏格兰 有间教堂的执事 在一个主日崇拜后 留下来和牧师商量 教会的事 他们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 职生们推出了一位代表 做发言人 告诉牧师说 他们希望这个牧师 尽到退休 因为他太老了 无法升任牧师之职位 他们必举证事实为证 在一年之中 他只为教会添了一个会员 而且还是个小男孩 这位老牧师 在直身离去之后 低垂着头 缓缓走向教堂后院的墓地 在坟墓间徘徊成丝 忽然 有人拉着他的衣袖 他转过身来一看 原来是那个刚刚加入教会不久的男孩 牧师说 哦 罗伯特 有什么事吗 罗伯特说 牧师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我既然已经信主得救 也加入了教会 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宣教士 我想 你或许能知道我 如何预备自己 年老的牧师 听了这话 心里得到多大的快慰啊 毕竟 他的工作并非徒劳无功 基数年来辅导和带领人的经验 他有许多东西可以交给这个少年 数年之后 在伦敦爱希特礼堂 举行一次布道会 宽敞的礼堂集门了人群 连边门都挤得水界不通 那天 从非洲回国的著名宣教士 罗伯特·莫法特 要发表演说 苏格兰那个小教堂的执事 因为老牧师一年只带领一个男孩信主 而要辞退他 但这个男孩 罗伯特·莫法特 却在宣教史上 改写了新的一页 他打开了非洲的福音之门 不可气馁 中心的年薪牧师 虽然你服侍的地方 是在偏僻的乡村 在那里 你默默地独自耕耘 但不要轻视 微小的服侍 在神的计划中 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祝福 你使他惊喜 你的爱心与劳苦的成果 可能是另一个像罗伯特·莫法特一样 伟大的宣教士 大卫·李文斯顿早年 一直在苏格兰一个偏僻的村落里 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做礼拜 但是他后来 却远渡重洋 到非洲去传道 创造了不平凡的伟大事迹 美国宣教士 耶德逊后半生的历史 也是在印度的沙漠中写成的 现在许多海外宣教的工作 都是年轻人开拓的 前人的事业 一直有许多青少年 前仆后继 以色亚书第58章 12节的语言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 修以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 累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捕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 与人居住的 这话不久 就要实现 美国著名作家 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 在这交汇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图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尽忠为主 这个题目 今天那师奉主 是否因为感到很困难 而打算放弃 在那师奉主的过程里 是否因为意识 看不见果效 就自哀自怜 是否感到没有前途 长受委屈 主没有保证 你一定成功 他向我们所要的是忠心 因为年轻的宣教士 在中美洲宣教 后来他想要放弃 在他写给亲友的信里 他提到 白天我在不同的渔船上传福音 夜晚则睡在甲板的瘦皮上 人们似乎对我传的福音 不感兴趣 在挫折当中 有时仇敌 会利用失败 来使我灰心失望 然后 他接着写道 不过 当我想到 神并不是要求我要成功 而是要我忠心服侍他 我又重新鼓起勇气 奋勇前进 要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主 是回应了神荣耀的护照 享受了别人所没有的特权 虽然劳苦 只要甘心去做 就是享受 主知道我们所做的功 以及为他名所显耐心 他许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所献上的 因为我们不是给人做的 而是给主做的 我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主配得这一切 只要主喜欢 我们付上任何代价都值得 哪怕遭人误会 或被人恶待 都不用放在心上 成熟的基督徒 不问自己的劳苦 跟牺牲 而是问 这是否逃主喜悦 是否叫主的名得到荣耀 主是否对我满意 主看中我们内心的态度 祂是独一全职的神 我们的不足 祂可以补足 主能化腹朽为神奇 祂能使清水变美酒 有个小故事说道 因为修士每天都必须到河边挑水 扁淡两头的水桶 一个有裂缝 一个是好的 所以每次挑回来的水 都是一桶半 因为另外半桶 都在半路上漏光了 有裂缝的水桶 就感到很不好意思 跟修士说 真对不起 过去两年 从我这漏掉好多水 修士听了水桶的真心告白之后 笑着说 别放在心上 请多留意 沿路上盛开的花朵 我知道你是有裂缝的 所以去挑水的时候 在沿路边撒了花种 每回 我挑水回家的时候 你就替我一路叫了花 两年来 我用这件美丽的花朵 修饰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 你瞧 整个修道院 是不是变漂亮了 主能使万事变为美好 祂能轻易扭转一切 包括 把我们身体的挫败 扭转为 灵命的胜利 主引导群星 祂对我们也会有最好的安排 跟带领 祂没有让我们在服侍祂的时候 免于忧伤 或者不遇见困难 但祂应许 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 所以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一切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神知道我们很有限 祂会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祂的人得着益处 许多时候 我们看不见果效 不表示没有果效 不要轻言放弃 在神手中 一切都有可能 有句话说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印 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握中 不但不在我们掌握中 甚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服侍主绝对不要自怜 陶书牧师曾说 为了主 这三个奇妙的字 如果能在信主的人的言行中实现 就不难把水变为酒 把杯溅的金属变成金金 有首诗歌叫《献上最美》 里面一段歌词说到 凡为耶稣做的都蒙福 但主要个人全力以赴 我财力虽微小 不足称道 只求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 诸所要的就是忠心 就是全力以赴 成功在神 尽力在人 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 所罗门说 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者早撒的 或者晚撒的 或者两样都好 神要怎样用我们所做的 我们不知道 二十世纪初美国费城 有一间小教堂 一个主日早晨 牧师发现外头一个小女孩在哭 原来教堂因为空间太小 教室也没有座位 小女孩无法参加主日学 听圣经故事 就很难过的在外边哭 牧师知道了 就想办法给她找地方坐 那天晚上 这个名叫海地的小女孩 就在想 教堂没有更大空间 让孩子进来听故事 参加主日学 就在想这件事情 两年后 海地死在平民区 她父母亲所住的屋子里 她父母请教后的牧师 来主持追思礼拜 移开小女孩的遗体时发现 她身边有一个残破的小钱包 里边有57分钱 还有一张纸条 是小孩子的手写笔记 上桌写着 这是为了帮助那间小教堂 能扩建大一些 让更多孩子可以进来上主日学 到了主日 牧师把那小女孩的残破小钱包 带到讲台上 鼓励知识们跟信徒 效法小女孩不自私地奉献 当地的报纸也刊载了这个故事 有个地产商知道了 介绍他们一块很大的土地 不过地价远远超过 那个还在负债中的小教会 所能负担的 但地产商却情愿减价 把在当时 二十世纪初 下着二十万美元巨款的土地 便宜卖给教会 只收57分钱 现在 建立在那片土地上 是可以容纳3300人聚会 壮丽宏伟的天朴金星会 而且还有一间天朴大学 跟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这些都是由那个小女孩 微小的 五日七分前开始的 孙大中读到这故事 就很受感动 主要我们尽忠 我们个人应当全力以赴 既然蒙恩叫做一个 知恩感恩报恩 分享恩典的人 神用个小女孩 为教会所存的 五十七分钱 行了大事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小女孩的心愿 她的爱心就被主纪念 神必定要奖赏那些 忠心侍奉她的人 以赴所书六章八节 保罗说 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神看重我们的顺服 更胜于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责任 只是在讨她喜悦 不是忧虑 只要对神摆上 她配得的时间跟注目 不保留 不退缩 不后悔 专注在主给的 使命核心 最重要的事情上 不放松 神就能借着 平凡的我们 成就不平凡的事 有句话说 只差一度的温水 可以决定 是否让蒸汽锅炉 产生动力 水的沸点是100度C 沸到100度 变成水蒸汽 否则蒸汽锅炉 不能产生动力 平凡与非凡之间 就差那一点点的 额外的努力 一件服饰 能有很好的果效 固然好 但更重要的是 服饰的精神 我们怎么去做它 在繁重的服饰面前 我们往往感到劳苦 感到沉重 因为我们缺少 像主耶稣那样一颗 顺服的心 愿我们不要只满足于 地位上的成圣 而多求基督 住在我们里边的经历 留意基督是否 成行在我们心里 我们是否有 他的柔和谦卑 我们一举一动 是否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英国文学家约翰逊说 伟大的作品 靠的不是力量 而是靠着坚持来完成的 巨大的困难 最能呈现伟大的情操 神的期望就是 我们能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一个登山的人晓得 他要征服的 永远不是山月 而是自己 我们在服侍主 与主同行 为主而活的时候 战胜自己 被主更新改变 没有被困难击倒 而在困难面前 流露对主的爱 尤其是 为主舍己的爱 压力和困难 会考验我们是否 是偏下羊逃走的故宫 还是忠心到底的牧者 但愿将来 我们在基督台间 交账的时候 都能得到主的称赞 说好 你这忠心 良善又有建设的仆人 你没有收回你的奉献 而是按我的旨意 服侍了这一世的人 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 领受 我为你预备的福分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耶稣要来奖赏仆人 耶稣要来奖赏她的仆人 或早或万事不敌 会否她来 乘风我们见人 我们的灯袖光明 我能否说 我是已经准备 准备坦然见竹面 回风她乱 争风我仍不睡 仍然等候直到她闲闲 若她再以清晨回来结算 意义指名传我们 我们各人 我们各人要将银子 我们各人 我们各人要将银子交换 她能否说好不忍 我能否说 我是已经准备 准备坦然见竹面 为否怕来 乘风我仍不睡 仍然等候直到他闲闲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若有人爱你 这乃是你所知道的 尽心尽信 不是你的人 天父必尊重他 主啊 这何等的殊荣 你拣选我们 使用我们 称我们为捕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 与人居住的 虽然我们平凡又有限 但凡事尽心尽力 在你看来 就是可喜悦的 主啊 你必快来 赏罚在你 你要找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你是信者的主 你的应许必不落空 万物的结局尽了 愿你兼顾我们彼此 相爱的心 使我们更懂得把握机会 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求父神 在凡事上 因你得到荣耀 赐福我们今天 所听见的 叫不轻看 在你面前的服侍 不轻易离开 你要我们坚守的岗位 而尽上我们所能 不辜负你的托付 我们中间若有疲乏软弱的 求助赐能力 加力量 叫我们不靠势力 不靠才能 而谦卑倚靠你的灵 愿你兴起我们 做你的精兵勇士 为你的国度 奋勇征战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出演和花 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倘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似乎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笔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订阅 为我摆设宴 为我摆设宴